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把面条放在锅里蒸一蒸 出锅居然这么好吃 先把买坏的手擀面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上汽以后蒸12分钟 再准备一把姜豆角 改刀切成段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浸泡一下 这样可以去除豆角上面的农药残留 吃起来也更加健康 先把豆角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块钱的五花肉 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时候面条已经蒸好了 关火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放入花椒大料炒出香味 炒香后捞出来不要 接着把五花肉倒入锅中翻炒一下 把五花肉炒散炒至变色 炒出多余的油脂 炒好后再下入葱姜蒜末炒香 喜欢吃辣的朋友也可以加入一点干辣椒 接着从锅边加入一点料酒去新增香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点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提鲜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一勺十三香 哇 现在闻着就非常的香了 接着把豆角下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均匀 把豆角炒至断生 炒好后加入一大碗的开水 这里大家要注意 不要加冷水 一定要加开水 这样不会影响五花肉的口感 水的量能没过豆角就可以了 接下来加入一勺食盐 颜色不够的话 再加入一点老抽 继续翻拌均匀 接着把蒸好的面条加进来 因为面条比较干 我们需要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面条吸收锅中的汤汁 这样面条的味道和颜色都比较均匀 拌匀后再倒入蒸锅中蒸一下 这个时候的面条看上去比较湿 蒸一会儿就会把汤汁完全吸收进去 盖上锅盖蒸1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面条看起来就非常的筋道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和蒜末点缀一下 这小味道 这小味道 层一下就上来了 朋友们 我每天都用心叫做菜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就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 关火后盛出来 转入盘中就可以开炫了 面条学会这样做 我家都不吃米饭了 里面有肉 有菜 还有面 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